今天中午呢 我们家狗又打起来了 当然了进医院的呀 还是狗八天 战争的起义呢 是马卡巴卡和以鼓鼓鼓他们俩在骂架 但是狗八天呢 非跟着搅合搅合 我是知道马卡巴卡的脾气的 所以我也一直在劝狗八天 我捂着狗八天的嘴筒子 不让他再骂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呢 马卡巴卡已经从侧面绕过来了 并且狗八天也一直没有停止他的骂骂 所以呢 马卡巴卡就直接把他给揍了 这场战争呢 全程直播也非常的混乱 咱也不知道为啥哈 孔琴妮娃也受伤了 我翻遍了监控 都没找到到底是谁伤的他 孔琴妮娃的伤呢 在脸上 狗八天的伤呢 在咬住窝里 我只检查了一眼 当时心凉了半截 孔琴妮娃呢 一下车直接在花石子里了 咱就说这伤的是脸 也不是脑子呀 到医院以后呢 先给孔琴妮娃检查 他上次缝耳朵的时候呢 来过这里 所以他一进这个医院呢 神情就有点恍惚 就有点害怕 孔琴妮娃上次缝耳朵的时候呢 是用的全麻 而这次呢 他脸上是一个小伤口 只需要缝一针就可以 但是呢 他死活都不太配合的 但他实在是太抗拒了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让他的伤口 自然长两天 看看什么情况 而伤势比较严重的狗八天呢 反而表现了哈 一脸淡定 咱也不知道他是习惯了 还是咋回事哈 狗八天的伤口呢 是比较严重的 指定是要缝针的 所以剃完毛检查完以后哈 就直接进手术室了 这个货就连进手术室哈 都是清澈熟路的 刚缝完以后呢 狗八天哈 也是精神抖擞的 就在我们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哈 突然在他腿的另一侧 又发现了一个伤口 我赶紧把医生叫过来看了看 这不还得进手术室 这个时候的狗八天呢 反而知道害怕了 躲在后面不敢出来 并且呀 拽着我就想回家 但是那个口子也不小 必须得缝 所以呀 又进手术室了 从手术室出来以后呀 拉着我就飞跑 赶紧回家 这恰巧呀 天又下起了大雨 这可真的是 一言难尽呀